佩萱好 那这是我们埋入式的最终的完成 完成的那就是会依照线看到的 做Mockup 那么颜色的部分是为了要让它明显 所以颜色部分都会打样的时候 都会做成是黑色的 都会做成黑色的 然后这案件是感应式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后面是一买盒 一买盒深度的原则上就是4公分 那么这个在墙壁上面 这个是0.8公分 也就是8mm 那个我们从上面拆解好了 我从一买盒先把它关掉的时候 一买盒先把它隐藏起来 那么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的是这样 因为这一次设计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合一载的教训 所以我们这一次设计的方式是把上盖跟下盖 合并在一起 先锁好 先出货的时候 在现场我们是不需要上盖下转 也是跟壁挂式一样去安装 所以我们在机器的一买盒的地方呢 我们会有一个壁挂架 会有一个壁挂架 我们现在如果从上盖这一层先把它拿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上盖的部分 上盖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上盖 旁边的厚度是0.8 好 我们现在呢 把上盖也隐藏掉的话 没有 上盖也把它隐藏掉 然后呢 刚刚我已经先把 一镜一幕 我先把它恢复好了 我们一镜一幕在这边 一镜一幕就在这边 一镜一幕的大小在这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一镜一幕隐藏掉 这个是板子 PC板 隐藏掉 然后这是按键板 那这是喇叭 OK 喇叭也把它隐藏掉 然后现在剩下下盖 这个是下盖 OK 下盖我们为了让它可以好调整 所以呢 我们在下盖 下盖 在旁边呢 我们都留了 就是说 长条孔 让它可以 去好 到时候万一一玛尔 它没有装好的时候呢 可以好调整 那么 好 我们现在要把下盖隐藏掉 就剩下这个背铁 就剩下这个背铁 大概是这样 OK 好 剩下这个背铁 OK 好 就这样 就这样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